2019亞錦賽預賽的賽程結束 中華隊已分組第二晉級複賽 球員們利用休賓日好好休息調整狀況 同時也開會討論接下來的比賽策略 至於先發投手的戰力安排 中華隊的總教練李盈南心中也有了初步的想法 目前我們韓國這一場 我們大概是以四旁做先發 他已經也都做好準備 那往後跟中國隊然後日本隊 當然我們心目中也有人選 但是我們也會考量說 每一個球隊的一個特性 當然有時候會做一個轉換 或是改變也不一定 除了投手端要步步為營 打擊的部分中華隊也要持續調整 其中大聯盟雙雄林子偉跟張育成 因為球團設下對戰球隊的限制 讓他們在預賽只有對日本的時候上場比賽 現階段的調整狀態如何也讓大家特別關心 都還OK啦 對啊 只是第一場比賽比較亢奮 所以會比較稍微太急了 太心急了 對啊 自己節奏亂了 對啊 所以看球都覺得還好 第一場比賽就是對日本的時候有點 我們的那個timing好像有點慢了一點 然後所以我跟著就是想說就是 就是在catch裡面 就是打個發球技這樣子 對啊 對台面這樣子 對啊 就期待 非常期待 因為第一場 表現得沒有說得很好 就想要對付一次這樣子 對啊 我對他們兩個是蠻有信心的 他今天兩位還特地 看他們還去做了一個助主信念 我想說他們也心裡都有數啦 自己怎麼準備 他們都 我想明天開始以後 應該會漸入加快 中華隊接下來正在18號 先對上B組第二的韓國 隔天再交手中國隊 如果能夠取得複賽的前兩名 就能夠晉級冠軍戰 同時確保明年 東京奧運最終6搶1資格賽的參賽資格 也期待這些台灣好手們 接下來可以拿出好表現 國內體育新聞 兩位一 李宥謙 台中採訪報導 結束 走 走 感谢观看